体育中心综合报导,大谷香平今天未先发担任指定打击权力备战明天对皇家的投球任务,但刊萨斯明天的最高温预计持有摄氏3.3度,对首年旅美的大谷香平来说是必成为一大考验。 大联盟官网作家Maria Goddell今天占文分析,指大谷香平从小在岩首县的澳洲市长大,日直又在北海道打球,是因寒冷气候应不成问题,但对于在低温下投球,大谷香平似乎已不记得上次在岩寒中投球是什么时候。 希望明天会暖和些,但如果还是一样冷,会尽力准备好在寒风中投球。 大谷香平受访时透过翻译表达,除天气带来的考验外,明天将是大谷香平首次对上皇家,他的前两场新发都是对上运动家,若他能再对皇家取胜将成为天使记。 2006年小微佛Jodweva以来,首位在生涯前三次先发都夺胜的投手。 因应堪萨斯的寒冷天气,大谷香平在场边戴起帽帽,法新社。 堪萨斯最近天气寒冷,大谷香平热身时不断喝气,温暖右手,法新社。 堪萨斯最近天气寒冷,大谷香平热身时不断喝气,法新社。